高雄市前桃园区长颜国昌从2011年到2013年任职期间 在梅山一号联络道路抢修工程 以及桃园区新建改善工程 周边环境设施及道路改善工程 农路紧急灾害抢修工程等十多笔小型工程中 颜国昌跟陈信无信有人合作 涉嫌收受厂商3%到10%不等的回扣 而陈信有人担任白手套替颜国昌出面收贿 陈南更中保私囊收取的汇款超过百万元 日前屏东地院一审判决也出炉 依汤污制罪条例并处盐 陈以及五等三人 各15年 16年跟六年办徒刑 并持多公权五年 其余涉案厂商分别并处数月徒刑 多数获判还行 2011年南马都台风桃源区受创严重 区内建设急需整修 但颜国昌却与友人合作 涉嫌收回扣 接受厂商招待喝花酒 法官认为严国昌致公共工程品质及人民安全于不顾 因此裁判重罚 别人希望能够有高雄屏东采访